最近龚俊团队开始大力度预热安乐转 而反观迪丽热巴这边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对此不少龚俊粉丝开始 Liz迪丽热巴给脸不要脸 自家哥哥又红又不争翻 大约是在阴阳玉交际 那不具人家轮全程不配合 迪丽热巴相对就在文宣上表现得很积极热络 他却如此冷淡不配合 真的是既不敬业也没格局 迪丽热巴作为女顶流 历来是项目文宣的核心点 眼下他突然冷落安乐转 并不是不敬业或者嫌弃龚俊 而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安乐转原本的IP就很好看 也特别适合影视化 只要龚俊的演技是合格的 这部剧扑接的概率就不大 既然项目本身的基础很好 那提前大肆预热本来就有点多次一局 而且既然龚俊方面已经这么上心了 他稍微低调一点应该也是不影响大局的 因此龚俊粉丝倒也不必这么 筑集上火的责备他 毕竟换个角度来想 他这也算是不抢龚俊的风头吗 当然了 现实迪丽热巴团队在文宣 尚确实存在后此薄比的问题 很显然他对再拍的这部绿正部 确实是比安乐转要上心很多 但愿他的团队后续能够平衡一下 免得搞出无谓的争议吧 龚俊还处于流量和粉丝的维稳阶段 而迪丽热巴已经到了中粉稳定 想要释放转型讯号的阶段了 所以两人的团队在处事上 不同步也是很正常的 希望他和龚俊后续球同存异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部还行的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